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动公车看起来与一般公车相似 但外观稍有不同 低振动 低噪音等优势可以为乘客带来更优质的服务品质 更重要的是减少碳排放 目前已有336台电动公车上路 年底有望增值400辆 因为估计这个疫情大概在年底就会结束 有感化 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就是2050建人探排放 台湾可以不出国旅游 但是我们不可能付外销 所以等到其他国家开始看关税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2050建人探排放是势在必行 一定要去积极准备 那么面对2050建人探排放 大概三个主要项目在台北市 一个是住商的问题 就是建筑物的规范 包括绿建筑啦 节能减碳啦 LED等 这大概我们很快 你知道 建管处就会开始公布台北市 不过一开始喔 由内和外游工的市 第一步就开始规范民间建筑 第一步会先公布公家机关 所以以后公家机关要盖的时候 那绿建筑要符合哪些条件 那下一步就是 新建的民间的建筑要符合哪些规定 到最后才开始去处理 以前的建筑要怎么处理 所以住商是一个部门 另外一个就是交通 我们还是要使用大量的公共运输 绿运输等等 那除了我们现在台北市已经算是小有成就的4U 什么叫4U你知道 U-bike U-moto U-car U-parking U-bike U-moto U-car U-parking 像来透过一个APP 把台北市所有的公有的 甚至连私有的那种停车位 都要在一个手机上显现 事实上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可以接受ALP&B的概念 那你家没有用的停车位 为什么不能拿出来用 事实上我们公家机关也开始在 强制在推行 我知道我们现在捐出来 大概超过5万个车位 我这还要继续再做下去 那除了这一块另外一个重要项目 就是今天要讲的电动公车 事实上从2018年喔 我们就开始下令说 台北市政府不再补助这个燃油公车 所以事实上从现在开始 你知道喔 大概就是只能买电动公车 那这个王民生议员喔 在议会一直不许我们要做这个 那我们 我们回来到底要怎么做 那第一点啦 一定要先帮他准备那个电动公车的充电站 不然你买电动公车 你要在哪里充电 所以这些 那这个场地的提供啦 拉电线这个一定要是政府办法 再来是这样啦 凡事起头难你知道喔 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始设定说 电动公车台北市政府 我们运价要怎么再补贴啊 目前是每一人是喔 2.12元 那当然这个是 会随着这个状况喔 我们去调整 所以我们大概在初期还是要补贴一点钱喔 来支持电动公车 另外一个是喔 贷款 那因为每一辆喔 造价都要一千万左右 那这个当然交通部有补助啦 那市政府 要补助多少 嗯 好问题啊 不过是这样啦 我们先找副方说 欸这个小德国先贷款 利利贷款再先做 所以展望未来你知道喔 我们要说要补合这个2050静人碳排放 静人碳排放 要朝向一个移技勇气城市的发展 这电动公车是势在必行 那大概目标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下令喔 公车只要开放 只能买电动 所以估计到2030你知道喔 大概八年后喔 台北市这些公车大概就全部 泰换完毕了 台北市自107年起将老旧柴油公车 逐步泰换成电动公车 配合行政院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 电动化政策 规划许多重要措施 包含不再补助购买燃油公车 流涉电动公车调度站 及补贴搭乘人次2.12元等 引导业者加速泰换车辆 刚才柯市长所讲的 其实就是我想讲的 我现在在补充 柯市长在八年之间 游多政绩 我不再追溯了 但是在这四年之中 我想大力的推动电动 台北市是第一个 第一个市 六都里面第一个 不一定 泰换 这个泰换车子 不能泰换油车 一定要买电动车的 好 这是一个第一个 所以我们业者当然 我们很偏 所以才有今天做336辆 但其实 我可以报告一下 年底说400辆 可能还不止400辆 因为现在工作 还在审议之中 有一班写 有一班写 有示范写 到你一年一月一号 就没有所谓示范写 都一定一班写 所以那个数量 尤其是我们台北市所在这区 应该 他会给我们更多 但是我不敢确定 但是我们要积极去申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补贴的这问题 中央有补贴 但其实台北市 也为了鼓励我们买电动车 他每一人是补贴的2.12 这是台北市的得正 所以我们很愿意去买电动车 因为这可以增加我们的营收 但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 买电动车很贵 我们一部电动车 是一千万 我们现在核定我们的运降 才350万 当然最近 要再重新再审查这个运降 这另外别的 所以我们 你说要我们 我们拿钱出来 拿钱出来 以前是我们贷款 只能到五成到七成 那其他我们都要自备 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人家有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政策 假如这样下去 是推不太动的 所以市长特别协调 我们互帮 那因为台北市也有互帮的股份 所以互帮也很愿意跳出来 他说协调我们 我们可以足额的贷款 所以足额贷款 是比其他营业还多 可能七成再加一 所以这点对我们财务负担 是相当有帮助 相当有帮助 好 这个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市长其实讲的很多 就是我们有个观念 我们以为是买了电动车 我们买了以后呢 就是电动公车化 不是这样子的 我跟各位报告 买了电动车 才是我们混淆的开始 我们厂站在哪里 我们拉电在哪里 厂站的问题好在市政府 市长也特别交代 彭副市长 就专门在处理 我们厂站的不准 可以拉电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们很多出的地方 地区不同意拉电啊 你怎么办呢 所以一定要有公共设施 或是公有的地方 我们来打电 所以现在我相信 很多业者都已经 小有所成 都已经得到这个好处 所以这点我要感谢各位 电动公车不仅减少碳排量 也配有ADAS系统 拥有车道偏离预警 疲劳驾驶侦测 行车视野盲点警示等设备 期盼降低事故发生率 也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迈路第二十二届的台北诗歌节 今年以诗全境扩散为主题 呼吁异后时代 心灵疗愈的可求与想望 邀请多位知名的诗人与艺术家 带来开幕诗演出 创作演唱会 诗人讲座 读诗马拉松等丰富的精彩活动 透过诗歌带领大家飞越界线 体验诗意和想象 布农族重量级创作者蒲滚 用足语朗诵为台北写的诗作 诗的台北 音乐科班出身的银游诗人张鑫柔 则是以美妙的嗓音唱歌勇言 今年台北诗歌节 以诗全境扩散为主题 邀请多位知名诗人与艺术家 带来一系列精彩丰富的活动 2022台北诗歌节 今年的主题是诗全境扩散 那其实经过这几年的疫情 大家可能都曾经经历过 就是疫情伴随着生活这样的时刻 那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台北诗歌节 可以用诗歌这样子一个正面的力量 然后带给大家更多诗的美好跟感受 那一直以来就是台北诗歌节 都是以贴近社会脉动的风格 还有跨领域这样子的精神 然后每年提供给民众一个体验 艺术家们可能因为诗歌启发的创作的活力 还有就是更关注我们的城市跟世界 那今年的活动从这个礼拜六 9月24号开始登场 那一直持续到10月9号 那很特别的是我们今年的焦点诗人 就是我们的博文老师 那他长期非常关注布农文化 然后也有很多个人的生活体验 那我们希望就是 刚刚大家也听到他为台北书写的诗 那在后续的活动也会有更完整的呈现 那刚刚大家现场也欣赏到辛柔 他会跟王于君带来就是以十入歌的演唱会 那他的呈现也是一个文学跟音乐对话 这样子一个跨域的呈现 那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诗的讲座 然后记录片放映等等 就在我们台北光点 会有难得的一个记录片放映 那活动非常的多元 希望就是明天9月21号开放锁票之后 民众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来索取相关的活动的这个演出 那我们希望今年的这些美好的系列活动的呈现 可以带给大家可能在疫情过后 那有一个安定跟稳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本届歌节邀请到布农族重量级创作者蒲滚 担任焦点诗人 诗歌节期间将进行两场焦点诗人专场讲座 而策展人红红及杨家贤 则是以描写病毒蔓延的词汇 希望诗歌节就像飞散风中的蒲公英总子般 让诗的美好和勇气 在这座城市里扩散开来 我想因为这个博文老师 他其实常年在这个岛屿的这个南端 从事这个部落里面的这个工作这样子 那我想在这个台北诗歌节 其实我们每一年的活动 其实都常常会举办跟原住民 这个文学相关的活动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的焦点诗人 可能在过去还没有以这个原住民诗人 来作为焦点诗人这样子 那我们会觉得很感念就是这个博文老师 他在这个部落事务上面的努力 而且其实呈现了这个台湾的本色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族语的这个复兴 部落文化的复兴 我觉得也是台湾近十年来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文化多元文化寻根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趋势这样 那博文老师可以说在里面是 一肩扛起这个很重大的这个责任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博文老师 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在台北念说 念大学这样子 在台北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居住经验 那只是说后来比较多都是在南部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觉得说 欢迎博文老师再回来台北看一看这样子 然后以诗来跟台北对话 那同时也希望把博文老师的诗带给 也许对原住民文化感兴趣 但是没有那么熟悉的这个台北的朋友们 这个马一行老师 他现在是这个 台湾就是这个新生代的这个原住民作家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 而且他其实不只是在这个部落的这个文化 跟记忆方面有所开拓 他在性别面向的这个书写 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前卫这样子 那马一行他其实是从抒情 然后到这个文化的反思 他其实光谱是非常非常的大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邀请他跟这个邮靖对谈 邮靖是香港来的 然后性别是他非常主要的这个写作的创作的这个主题 而小马呢 他带有这个都市跟部落的经验 但是同时的性别也是他主要写作的主题 所以我们就在想 如果把一位香港这样的诗人 跟一位我们台湾这样子的原住民诗人 放在一起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他们两位从未见过面 也从来没有对谈过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台北市歌节就是每年 我们都希望有一些狂想 有一些疯狂的想法 然后尤其在大家因为疫情隔离的 隔绝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希望可以有一个能够互相取暖 互相可以真正面对面交流的地方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酒吧叫做小地方 那地方真的很小 但是呢 我们在那边现场也会有直播 那么我们用十个小时 从下午两点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二点 请了二十二位诗人 是不同世代 包括中生代跟新生代 还有台湾以及香港来台湾的诗人 大家一起来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包括有人要唱歌 有人要念诗 听说有人还想念心经给观众听 就是每个诗人就是有用自己的方法 来跟读者做第一手的交流 诗全境或散 今年台北诗歌节 从9月24号到10月9号登场 部分活动需事先锁票 锁票及入场方式 详见台北诗歌节官网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感受诗歌的魅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空品的知识您了解多少呢? 环保署每年办理空品知识 行动与创意竞赛 邀请师生们透过各种多元的方式 表达对议题的想法 冠军组的游戏结合了绿生活 与桌游教材令人印象深刻 结合时下流行游戏 与加密货币概念 增加游戏优因 同时让民众玩游戏多走路 减少交通工具使用 达到环保效益 支持环保署举办空品知识 行动与创意竞赛高中组特优的作品 大专组则是以食品业者、消费者、政府等不同角色 融入餐饮业、油烟等相关政策 延伸各种情境与影响 宣导空品相关知识 游戏内容丰富 同时关注议题 所以这次我们的参赛作品 就是希望可以用游戏跟环境 的environment 就是合并起来 让小朋友们 就是能多学习环境 跟以后长大 就是 unconsciously help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同时我们也是有引入区块链的技术 就是在北美洲现在很盛行的一个优势 来放进我们的游戏 来引发台湾的年轻人 接触新的东西 我们发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开车 我们的简报有讲到说 台湾有大概2200万的车辆 大约是全台湾每一个人都有一台车 所以我们想要减少人们开车 也就是来让人玩我们的游戏 可以多走路 他们就没有再开车了 我们是来自彰化师班大学地理学系的学生 然后今年我们刚好二度参赛 以桌游强势回归 然后竟然很荣幸获得大专组的特优 然后我们觉得其实在过程中最困难的是 如何修正如何调整 那刚好遇到很棒的伙伴 让我们一起行动一起落实这些理念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来这边参加班长典礼 然后也很感谢评室们的肯定跟倾断 还有队友们的努力 这样感谢 我们的作品是透过食 就是饮食消费行动去进行的桌游设计 然后主要是用各种的权益关系人 然后进行一些角色的竞争合作的关系 并且透过卡牌跟一些点数的换算 让角色跟玩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 体验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行动 然后如何一起去共同正视空气品质的问题 然后大概是我们桌游的基本构想 像是在地的餐食店家 我们就可能设计环保团体去针对空屋 进行一些游行或是劝说 又或者是具有强制力的政府 来进行一些法规的调整 像是加强摊贩集中区的油盐管制 或者是落实一些像是油盐集中处理 或者是改善空气品质的一些策略或法规 是我们会融入桌游的卡牌设计里面的 另外也有学生自行编排创意舞蹈 动作设计连结空气污染减量方式 让民众以后看到舞蹈都能发挥联想 进而实践环保生活 那环保所办这个活动我想大家都清楚 空气品质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够来改善 绝对不是说只有政府机关 因为你可以知道 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 甚至到民属的活动 都会跟空比有关 对不对 大家的这个竞赛里面可能也有提到 那过去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所谓的自愿性的风险 比如说你知道烧金是会造成空气污染 但有的人就是因为 即使他知道空气污染 他还是继续烧金池 那有的人知道说抽烟也太健康 他还是继续抽烟 这个就是自愿性的风险 但是有一些 对自愿性的风险 就要求你一定要做到你风险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要有人类 只要有空中 就一定会有污染的害怕 但是我们要把工件里的指导 也可以接受的风险 因为不可能说 所有的污染物质全部被打掉 那是不是太恐怖了 所以怎么样在经济有效 成本的考量下做到稳难 可以接受感克力的风险的情况 来做这个考量 所以透过这个活动 也让很多的我们在座的学生 在比赛过程里面需要去收集资料 也需要跟老师讨论 那这个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收集 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了解了很多 我们空津品质方面有关的名词 甚至我们推动的政策等等 可能都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去了解 在多年前一开始 大家可能都只有管PM10 然后后来管到PM2.5 PM2.5 当然有人就跟我讲 他说很萌萌意会有人 议员在咨询环保局长 说你管那个下午2点半要做什么 PM2.5 说你就是管下午2点半要做什么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即使空气污染的 空气品质的这个知识 一直在典记一直在成长 那有很多可能过去没有听过的名字 后续也会陆陆区的再出现 那这些都需要我们透过宣导 跟民众去讲清楚 那哪些是对人体健康危害的 那要怎么样避免这个危害 那在政府机关跟民间社团 跟民众之间 你们到底怎么再努力 把整个空气品质做一个改善 上一年来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活动 所以今年Edmond就是邀请我来参加 然后我就是感觉很佩服 因为就是环保署 让我们这些小朋友这种机会 能多学习环境跟制造一些不同的方法 来 那个十二个 十一住行娱乐 十一住行娱乐 对 好来学习怎么就是 用不同游戏 或者就是音乐那些来 就是广播这个重要的环境 我是觉得这个竞赛是非常的好的 很多台湾的小朋友们都可以 有一个机会可以讲出他们的意见 我们就可以去应用生活中所见所闻 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并且透过我们的学科去解决 改善这个问题 竞赛以日常生活面向为主轴 共有高中组15队 大专组17队报名参加 鼓励青年学子 以不同事业团队合作来参与比赛 从中学习及运用 甚至推广至周围人 一同来关心空瓶响应静灵律生活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肺癌蝉联12年的头号夺命肿瘤 有近六成的癌有确诊时已经是晚期 社团法人非常受协会完成国内首份肺癌治疗满意度大调查 显示九成以上的晚期癌有希望健保能跟上国际治疗指引 判放宽及加速健保给付免疫合并化疗 321晚期肺癌治疗接轨国际 肺癌癌有无法选择肿瘤基因和行别 一旦患者无法使用标靶药物 若不符合免疫治疗的健保给付条件 就只剩传统化疗可用 社团法人非常受协会完成国内首份 肺癌治疗满意度大调查 调查显示健保给付是癌有治疗满意度的关键 台大云林分院胸腔医学中心主治医师陈崇玉指出 像是肺磷癌虽然三年前开始给付免疫治疗 但受限健保条件严苛 多数癌有可说是看得到却用不到 癌有也现身说法 希望健保能给癌有更多的支持 一个病人整个全家都受到影响 经济上也受到影响 今天我后来 我经过我们的程序师 帮我介绍 我做了联系性治疗 我今天才有办法 站在这里 跟各位先生媒体 还有很多的病友来分享 我做了这个联系统治疗 我可以跟很多朋友聊天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那退休了 我可以 我讲述到我退休后在乌龙 还可以到乡下去帮人家工作 自己种种菜 还可以运动 那如果说做了传统性的化疗 我跟以后的年龄 已经没有办法了 也并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呼吁我们的政府 对这个我们的肺炎病患 都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明星治疗 可能会牵涉到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呢 它没有办法承受的话 能说有钱啊 可以生啊 没有钱了 要死掉了 很多朋友 走看又看 今天少一个 明天少一个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 好啦 等死啦 等死啦 政府要关心这一点 台湾这么长的说兵 几乎啊 这个政府要关心 要关心 他们不愿意得到这种兵喔 他得到这种兵 变成了他的经济负担 所以说 我忽悉啊 我们的政府 人会要非常的关心 这个费用 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啊 肺铃奶的发生 大部分是跟空气污染 或者是基因的突变有关系 那它跟肺线奶不一样 是肺线奶呢 它大部分发生在我们肺部的周围 那这样肺铃奶 大部分是发生在我们的气管的一个中间 那我们目前呢 这个国线署呢 给付的这个低減量电脑断层 它针对我们肺部呢 做一个扫描 但是呢 对于中间的 包括这个气管支气管的这个部分呢 那低減量电脑断层呢 是没有办法筛检出早期的肺线奶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筛检工具上 肺线奶它就受到一些限制 那第二个是呢 肺线奶的它目前的治疗呢 还是以这个化疗为主 因为它的这个标靶这个药物呢 相对比较少 那另外呢 受限于这个健保的给付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标靶药物之前呢 要做这些驱动基因的检查 但是呢 在这些健保呢 并没有给付呢 我们的肺线奶的病人 来去做这样一个基因检测 所以这些病人呢 他能够接受 标保药物的治疗的机会呢 就相对比较低 那再来是这个免疫治疗的部分 那免疫治疗呢 主要是健保呢 它限制在这个PD-1 要大于50的病人 可是呢 临床上我们看到PD-1 大于50的病人 其实 但我们的病人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呢 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呢 其实并没有办法来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免疫治疗 这是我想在目前 在零癌 肺线癌的这群病人 他所受到一些 不管是筛检的劣势 甚至的治疗的选择呢 也相对都比较少 受限于健保的给付 很多呢 治疗 那必须要自费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 免疫治疗 以及标榜药物呢 它的价钱 都在十多万到二三十万 那很多病人 他在健保的这个 标准的治疗完之后 他如果没有这些经济的来源 那我想很多的治疗 他就必须要去放弃 或者是呢 他必须呢 再去回到传统的这些化学治疗 但是传统化学治疗 我们知道它的副作用呢 相对这些标榜药物 或者是免疫治疗 它的副作用会来的很多 所以很多病人 他可能到最后 就选择我不治疗 做安宁 那我想对于很多 特别是 刚才我们今天 有年轻病友的一个代表 对于这个家中的一个 经济的来源 或者是甚至呢 他是一个家里 他有这个年幼的小孩 他们也希望这个能够陪伴小孩成长 这个过程 我想我对他们来讲 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 目前还有治疗上 遇到一些困境 就是说 国际上一些新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免疫加合并化疗的 这个治疗方式 还有一些新药 新的标靶药物 那么在健保这边给付 可能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会通过 那么我们其实肺癌晚期的病人 他是在跟死神拔河 那他不见得能够等到那几年的时间 可是如果这些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方式 能够提前让他们使用 可以延长他们的存活期 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 有些家属 有些晚辈他们比较孝顺 然后就拿房子去贷款给 给爸爸去治疗 那结果治疗到后来 爸爸走了 但是这个贷款还是没绞心 继续还要再负担这个费用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健保这边 能够多给我们癌友支持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 新的 纳入更多的新的治疗方式 跟药物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副理市长更指出 60岁以下的晚期患者中 有5乘5的癌友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他期望有关单位能在健保给付 与职场工作方面给癌友更多的支持 那我们很多的年轻的癌症病友 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 那很多年轻的癌友 其实要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副作用太大 那导致他们无法去兼顾 他们的工作跟治疗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癌症病友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在这边其实想要呼吁政府 就是说提供疗效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这些创新的药物 例如像是癌症免疫治疗 或者说合并的免疫治疗 可以让这群年轻的癌友 他们可以兼顾他们的生活品质 然后有机会可以一边治疗 然后一边兼顾他们的经济收入 去最大程度的降低他们生活 或者说家庭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很想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生病不代表失去工作的能力 他们的专业能力其实都还是在的 那只是说我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些 比较弹性的工作方式 那刚好因应过去就是COVID-19 导致说其实很多的工作形态 都做出了很多弹性的调整 例如说很多人可以walk from home 然后可以通过远端的方式来参与工作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癌友 他们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因为这样子工作方式的调整 让他们反而可以去兼顾他们治疗 跟工作之间的平衡 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未来就是 在台湾的公司企业 他们遇到他们员工 离癌之后或许也可以在这样子工作形态上面 给予更弹性的支持 肺长寿协会指出 他们也透过脸书的肺长寿社团 尽力提供癌友相关的资讯 很多人他一确诊癌症 第一个反应就是勤天批 然后不晓得人做什么 也不晓得该做什么 所以社团在这个部分 他能够给还有一个安定的力量 因为我们这几年来社团累积了很多的 这个经验分享 还有一些医疗资讯的整理 他像一个百科前书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 还有带出来 让他们恢复以往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一些 像我们有手机摄影的一些活动 还有登山健行步道的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在除了治疗以外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生病了 然后所有的生活里面只有治疗这件事情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然后可以去让他们生命的宽度可以更宽广 这样子 响应2022年世界肺癌日 非常寿协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沸沸扬扬 台大云林肺癌病友会等三大病友团体 共同呼吁政府能重视肺癌治疗需求 盼放宽急加速健保给付免疫合并化疗 作为五种瘤基因突变的晚期肺癌患者第一线治疗 协助癌友能够透过创新治疗来维系工作收入 提高治疗的满意度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除了肺癌外 台湾的头颈癌发生率远远高于许多国家 更是我国中壮年男性的健康杀手 近五年来发生的人数是不断的上升 台湾头颈部肿瘤医学会 与头颈癌关怀协会 携手举办摄影展 癌友们也现身说法 期盼提升社会的重视 头颈癌病友谢先生 2012年确诊口腔癌第二期 开始接受手术化疗等数十次的反复治疗 留下颜面与进食的后遗症 导致他无法再从事原本热爱的游览车司机工作 更让他失去亲友与另一半 抗癌之路越走越孤独 但他仍坚持着生活 且鼓励病友不要放弃积极治疗 谢谢杨振杰医师 请为了 还要我及周围公里 来证解医师 谢谢杨振杰医师 谢谢杨振杰医师 请来说 附发 整队日安居住凡 若云居住凡 本来附发都准备住凡病房的 因为遇到我们杨振杰医师 有了再次的生机 谢谢杨振杰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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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了 因为很差了 所以 我还生二乙居住 还生 被对他 被他害死了 同时 八月后 还会复杀 而且 不差不也不怕 他刚刚过了不差 不怕 比例又不怕 还好 要不乎乎 律师 做了 做了 做了解律老百 而还是高 八大 如果没有解律老百 会高大 我刚刚好不知 他也不怕 谢谢 谢谢两位医生 真的 因为他 从发现癌症 到治疗过程 其实历经了许多次 大家有看到 六次的开刀 三十次的化疗 然后许多次的放疗 然后呢 没有想到在两年前复发 那复发之后 其实接受了免疫治疗 头颈癌是台湾中壮年男性的健康杀手 发生率死亡率排名都位居男性癌症前几名 且致死率高 却不像其他癌症一样受到重视与关注 在世界抗头颈癌日这天 台湾头颈部肿瘤医学会 与头颈癌关华协会 期盼用病友的故事加上摄影展 唤起各界对这项疾病的重视 那在男性是第三个常见 每年大概有一万多例的头颈癌的病患 那我想头颈癌其实是一个比较通称的这个名词 其实它包括在我们口腔咽喉 整个上肖霸不吸道的这个肿瘤 那所以这个肿瘤因为它长的位置比较特别 那都是在我们重要的这个功能 包括颜面的这个外观 包括吞咽发生 所以当一个这个病友 他产生了这个癌症之后 他在治疗的过程中 包括他整个肿瘤以及相关的治疗 都会让我们这个颜面的损伤 咽喉机能的丧失 所以这一类的病患在治疗完之后 常常都没有让他自己走出来 常常我们听到很多患者 治疗之后在家里自闭了大概一年多 那所以我想在整个我们希望利用这个 癌友摄影展的这个记者会 然后能够让社会大众了解我们这一些 这个病友很坎坷的心理故事 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协助他们走出来 那在社会上看到这一类的这个癌友 那我们给他多一些的鼓励 能够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 那另外我们也呼吁 其实这个头颈癌的这个治病因子很明确 等一下我想 等一下这个林祖长可以跟我们说明 烟酒冰狼是造成头颈癌最重要的这个癌症的因素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民众知道这个治癌因子 我们尽量要介乎这些小的习惯 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癌症 如果你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 通常都不会造成这个机能的丧失 就是颜面的这个这个练习 那另外我们也很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国际组长官 最近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方式 包括标靶治疗包括便利治疗 那都给我们在一些癌友 能够有更多选择的这个机会 我们这个协会当初成立的想法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头颈癌治疗过程中 本身治疗的过程已经是非常的辛苦 那经过这么辛苦的治疗以后 当他想要回到他的原来的工作岗位 或者甚至像谢长宏先生 他刚才提到家庭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本来是一个家庭的中间 是一个经济的支柱 但是经过这样的治疗以后 也面外观非常重大的改变 回工作的岗位已经不再可能 那这时候他顾自己都顾不到 那这个家庭要跟着他一起 所以这件事情是在这些头颈癌患者身上 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每个头颈癌患者 有像谢长宏先生这样的例子的 其实是非常多 那每一个都是一个心酸的故事 那在这个背后 我们这个协会就希望提供一些资源 那些资源包括 当然经济上不是很容易 因为这个协会是一个公益的团体 需要靠社会大众的支持 如果在经济上不可能 那我们想一想就说 那可不可以在饮食上 提供他一些 就是跟这个病友团体的互相的交流 然后提供他们心理的支持 那我们能够 非常的希望能够做到这一方面 但是相对的呢 我们会想到 就是如果像 刚才谢先生所提到的 在这个治疗的选择上 能有更多的一些 在比较早期的时候的介入 那我想这个当然是 要政府 恢复部长官 国建署长官 那这个一起 一起来帮这些 还有来发声 那因为他们是 比较弱势的团体 一般他们也真的不愿意 站到美方针下面 在镜头下面 让你看到他 来为他们自己来痊愈 所以你很少看到这些 躲起来的患者 站在那里 那不要说去示威游行啊 連站在这种 记者会上面的 机会都非常的少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 借着这个7月27号 那这个 感谢处理事长 然后有这个机会 把大家带来这里 然后把这个 他这个是一个摄影展 那我们摄影有镜头 把这个镜头 带到这些 骨头颈癌患者身上 看看他们 然后为他们 发出一些声音 那也不会就是希望 为这些 比较不愿意 为自己讲话的人 那他们其实是社会的 非常重要的螺丝 在每一个环节上面 那所以 为他们 发一点声音 让我们能够注意到 这群骨头颈癌的患者 那也为他们的未来 会鼓励他们 那他们每个人 都在他们自己人生的 跑道上面 正在跟这个 抗癌的路在互斗 那我们也发现说 在头颈癌的这个 患者当中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 发生的年龄层 是相较是比较在七壮女的 他的年龄发生 大概是在差不多 58到60之间 那所以这个年龄层的一个发生 也对于在 家庭的一个冲击 个人的冲击 其实都非常大 因为这也是在家庭里面 觉得重要的一个支柱 那所以 像国民健康署这边 我们也一起在呼吁 就是说 第一个是从他的这个 前端的预防开始 那预防最好的方法 就是从我们的 拒绝烟冰酒开始 那国民健康署这边 也提供了相关的 这个戒烟跟戒病的一个服务 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里面 在口腔埋的病患来说 大概十个就有 大概八个 那是有吸烟 那七个是有脚冰狼 所以第一步是远离 这个危险因子 那第二个部分 是从筛检开始 那我们提供的是 在政府部门 就是有这个烟跟冰 习惯的这个民众 30岁以上 那每两年一次的 口腔埋的筛检服务 那近期因为受到 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四来的筛检 我们大概降低的这个两成多 相较108年的时候 那口腔癌的一个筛检 更是在这个冲击里面更大 大概高达到三成 那所以我们就鼓励我们的 符合资格的这个民众 那能够接受你的口腔癌 聯盟筛检 那定期筛检的话 事实上从本土的研究 也会降低两成六的这个 死亡的一个风险 那刚助理上也特别提到 那我想医药理上 大家应该会提醒 就是说早期发现早期 治疗化相较来讲 它的效果真的也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说 发现有这个 这个口腔尿尿筛检 发现异常 那能够进一步的做确诊 那早期确诊的话 治疗效果相较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想 今天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希望 看到曙光 如果发现有异常 无论是做筛检 还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发现口腔 或者是这个我们头颈部 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有益 尽快能够接受到 这个医疗院所接受 进一步的一些诊治 然后能够早期发现 我想 其实这个 每一个这个生命 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期盼 就是说 在这个个人的一个健康 跟家庭的健康 都能够大家一起 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一个未来 头颈阿佑新生摄影站 在实地展演空间展出 从突温与影片到处 并有抗癌的沉重与艰辛历程 记得我们去台北报道 您喜欢看街头艺人表演吗 第二期 一期会议街头艺人嘉年华活动 10月以后 即将在基隆市民广场登场 由于今年桃园也加入了 北北基一阵通的行列 因此预计今年的活动内容 会更加精彩 今天为我们来示范的是 这个五官的捏缩 在捏缩达人吴嘉莹的巧手制作下 很快就完成活灵活现的公仔脸孔 第二届一期仪会街头艺人嘉年华活动 10月1号即将在金融市民广场举行 根据金融生物化局方面的统计 目前金融市已经核发了1600张许可证 由于今年起 桃园市也加入北北基一阵通新制行列 街头艺人只要透过线上 申请即可到四个县市街头展演 北北基一阵合计有超过8000位街头艺人 希望透过四个城市的场地共享 让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街头艺人互相学习交流 北北基一阵现在是一个神火圈 那在街头艺人的部分 我们也是一阵同勇 就是在一个地方办了一张街头艺人证 北北基一阵四个县市都共用 到现在为止呢 今年的基隆市的街头艺人证 大概我们已经核发了1600张之多 那北北基陶共有8000张的街头艺人证 其中桃园市的部分 是今年才加入北北基的一个行列 那我们希望透过大台北首都圈的一个文化的治理的互相协助 然后让街头艺人可以在这四县市里面可以互相的协助 跟在一模活动互相推广的支持 对于北北基陶市县市的合作模式 从事街头艺人工作已经十多年的五驾营非常肯定 对我们街头艺人来讲的好处就是说 我拿了一个征照 我可能住的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那拿了征照 那我今天可能会想要去基隆表演 那我可以到基隆去 或者是我在台北市我想要去淡水 我都可以随时过去那边 然后登记一下我就可以去那边展演 所以这一件事是还蛮不错的 对 我不用说我一定要跑到基隆或者是 那个新北市或者是其他地方说 一定要去那边考试 然后才能过去那边展演 基隆市文化局长陈敬平表示 当天除了主舞台有自弹自唱 雜耍特技等表演艺术类的演出外 现场也将设有艺术摄影 捏缘人造型气球 吸管编织 纸类创作 黏土艺术 串珠 人像素鞋等共20个摊位 基隆市长牛叉欢迎民众到场 以艺会友感受街头表演的热情魅力 记者张琪腾 金融报导 或扫描针件简张QR Code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随着假新闻假讯息充斥 学习如何分辨假新闻成为现代公民的一大课题 金融市政府官销处与中家宽平集荣合作 共同办理了十场次的媒体试读课程 这次前进暖西国小 举办媒体试读之论事新闻 邀请三立新闻副总监王若婷 教低年级学生解读新闻 电视上的新闻如何制成的呢 三立新闻副总监以丰富的实务经验 带小朋友了解一大早就要搜集资料 接着定案与编排 还要随时修正的过程 新闻好不好看就要看编辑有多厉害 另外也从live连线 视讯连线等不同形式的播出方式 展现不同新闻的重要性 用技术把它的绿色换掉 换成我要放的话 跟这些二年级的小朋友 在谈论新闻事件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现在的孩子 其实资讯量是非常丰富的 我觉得家长要非常注意 小朋友在手机的使用 跟电脑的使用上面 有很多讯息 的确要帮助他们去识别真假 金融市政府官销处 与中家宽平 吉隆合作 共同办理十场次的 媒体试读课程 实体课程的部分 来到暖息国校 对于分辨真假新闻 低年级小朋友 分享查证的重要 不要乱传新闻 一定要有怀疑的精神 像上次柬土产诈骗 有很多个人都被媒师去联络 但是其实就一百几十个人而已 相信柬地里面的影片 因为有些是假的新闻 所以我会想一想再决定 媒体试读的能力 成为现代公民 应具备的关键能力 孩子们透过阅听思辨 成为新闻小兼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了让海洋保育从小扎根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协助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 办理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首场在台北市观众国小起跑 超过了150名教师与学生参与 并培训了40名以上的海洋保育教案种子教师 采用创新推广模式 蚵仔 因为珊瑚和蚵仔 几乎都是栖息在新竹的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教师研习工作坊 即事办教学活动 以海洋大学团队所设计的 海洋保育教具进行教学 透过中子教师 把相关海洋保育的相关观念 能够散播出去 那最后甚至能够开发 开发结果 那对整个我们海洋保育的这个知识 能够升职到每个中小学生的这个心里面 那也更让我们整个海洋国家 海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能够受到更好的一个保护 有请杨望全校长 回报法公布 眼交地形放入行报图 海洋保育巡回教育活动 锁定国中国小的学生 期待透过实地走访 将海洋保育 带入各县市的中小学课程中 也期待透过今年度 5个场次活动 让海洋保育观念向下扎根 并培育更多海洋保育种子教师 扩大海洋保育的观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去年5月 因为有立即危险 而紧急封闭的基隆市中三桥 历经一年多修复 提早一个多月完工通车 市长林又昌立委 蔡盛应及仁爱区的四位议员 都出席主持通车仪式 期望给民众更安全便利的交通环境 中三桥通车 来 1 2 3 2 3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立法人蔡思应 及仁爱区市议员张芳麗 庄农青 郑文婷 与佟智慧等人共同主持下 去年5月紧急封闭 11月动工的中三桥改建工程 提前完工通车 让附近居民及开卖店余式 业者都相当开心 车子 车子比较顺畅 对 不然要过来这边的话 可能要绕一大千 有啦 有点好啦 有啦 有啦 还不理会嘛 对啊 也好走路 由于中三桥是基隆市区重要桥梁 封闭施工期间 对交通也造成冲击 对此在基隆市长林又昌指示下 工务处成立即时通报群组 定期回报工程进度 并快速回应地方民意 做滚动式调整 林又昌强调位于市中心区的中三桥改建 就像在心脏庄上支架 接下来同属尾桥改建的中二桥 也预计在10月中旬完工通车 希望提供民众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 今天中三桥开通我非常的高兴 工程进行的非常顺利 而且提前了大概将近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来完工 那非常感谢我们包括议员里长 还有我们看法定的渔商大家一起支持市政府 然后让这个工程非常的一个顺利 那市中心区呢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基隆市的这个交通的心脏 然后我刚刚在这个形容 其实这两条桥的一个开通 就有点像我们的心脏装的支架一样 那未来也可以让整个交通呢 更为一个流畅 那中二桥的部分 会在下个月中旬左右也会接着开通 立法人蔡世英也肯定市长为保障民众安全勇于承担的做法 强调接棒后将持续针对金融市老旧桥梁进行诊件 公务处检测微桥的时候发现这个状况 那赶快封闭 然后大概花了四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预算的争取以及招标的整个的流程 还有工程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这个速度算蛮快的 所以刚才为什么市长特别提到说 为什么很隐私心的工 其实他可以等到工程招标决并就才来补充也可以 可是这样子的话 那接近半年的时间 一旦发生任何的危险 都是没有人能够承担的 所以市长用市政府的力量把它承担起来 也让所有的我们的里民议员知道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做了桥梁改建 在市员同志委要求下 公务处也增加无障碍坡道设施 让行人也能安全通行 接下来位于仁武路的仁爱桥改建 预计明年农历年后动工 公务处方面表示会做好相关配套措施 将交通冲击降到最低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